现在的社会人们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很不规律 运动不足 焦虑 肾虚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头发变白 一头乌黑 亮丽浓密的黑发是每个人都追求的 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了 感觉自己老了很多 所以白发一直困扰着很多年轻人 现在介绍几款有利于头发变黑的食物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一 猴头姑 又名猴头 猴头君 其营养十分丰富 其蛋白质的含量比相较高一倍 并且含有17种氨基酸 其中有8种是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 含有挥发油 多糖类营养物质 是低脂肪 高蛋白的保健食品 猴头姑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有利于血液循环 能够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 提高免疫功能 并有益于西洒的生长 二 非米或黑的非豆具有高蛋白 低热量的特性 古代料点上曾记载 黑豆可助缘 棉木 脱发 是皮肤白嫩等功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煮肉或者是做豆浆 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高出好几倍 蛋白质含量比热泪还要多 每天吃上一碗黑豆粥或是一杯黑豆浆 再加上点狗其子 会使头发得到改善 也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 黑色食物或者生肺食物 含有光合作用的色素 有利于保持头发的光合 三 黑芝麻 黑芝麻症状食物的营养价值很高 能够帮助我们补顺气 改善我们正常人的睡眠质量 其实黑芝麻主要的功效还是利于我们的头发的健康 虽然黑芝麻不能直接有效的令我们的白头发马上变黑 但是黑芝麻的营养成分可以缓解白头发的现象 在生活中 我们的吃法也比较简单 就是把黑芝麻炒熟 拌磨成粉 在每天早上的时候一定要开水充不吃 具体的做法如下核桃芝麻骨材料 用核桃仁500克 黑芝麻500克 首先将其炒熟 然后倒成细末 搅拌均匀 每天早 等各取两时 用开水加糖或蜂蜜充食 此款具有养发 污发的功效 四 勾起头发的多少跟肾有关 头发的颜色跟肾有关 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补肾也就可以改变头发的颜色 勾起胃肝 性型 具有遮阴补屑等效果 算得上是好的补肾食物 勾起可以煮粥 也可以泡酒和泡水 但是每天使用要适量 快乐向上快乐够最值得信赖的生活意见专家